国内疫情严峻 虽然政府宣布明天起再次落实全面封锁的措施 但职守不公的防疫措施终究是难见成效 为了加速疫苗接种计划 尽快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今天透露 官方有意出动流动疫苗接种车 第一阶段将会在首都的疫情热点试跑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 今天在美洲联合汇报会上透露 他已经和联邦直辖区部部长丹斯里安努亚穆沙讨论 在首都吉隆坡几个疫情红区 试行流动卡车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初步估计试行计划将会动用30辆卡车 放眼每辆卡车每天接种100剂疫苗 针对部分雪州子民 透过雪州线下疫苗登记平台 登记接种疫苗之后 却收到阿斯利康疫苗预约的事故 凯里表示他已经和雪州大臣 拿都斯里阿米鲁丁会面 寻求解决方案 他已经和智州 Hagia 雪州政府与科医部下午发表联合声明指 雪州线下疫苗登记平台将会把所有注册名单 交给新冠疫苗接种特工队 并由特工队联络这些申请者 以取得对方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特别同意 不同意者特工队会协助他们恢复先前的预约 想要加速疫苗接种计划 除了民众积极注册接种疫苗之外 国家也必须拥有足够的疫苗剂量 单击疫苗康希诺以及强生被记以厚望 凯里透露国家药剂监管局正在与美国强生药厂接洽 而上个星期也已经获得康希诺疫苗的详细资料 目前处于评估阶段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